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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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还有一些细节 还在磋商 如果顺利的话 下个礼拜 就会和政府正式签订合约 恭喜潘总 这回拿下政府这个项目 信任圈很多朋友 对绿宝又产生了兴趣 这很现实 所以王总 我这个人可经不起诱惑 你呀得再加把劲 我这不是来了吗 行 那咱们就言归正传 八个亿百分之二十 五个亿百分之二十 王总 如果你连八个亿都拿不出的话 咱们就别聊了 八个亿也行 那我要求 百分之三十股权 不可能 那您觉得多少可能 我最多给你百分之二十一 潘总 绿宝三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百分之二十二 潘总啊 按照同类型的公司类比 绿宝的估值到不了四十一 而且 绿宝也不是独一无二的 绿宝就是独一无二的 百分之二十二 如果你再还价 咱们就不聊了 有诚意的买家才一直压价呢 好 百分之二十九 王总 我跟您说实话吧 已经有一期新基金和我接触了 我开价百分之十八 八个亿 他们很感兴趣 但是重新他们会浪费很多时间 所以 我愿意和你再次合作 但是 你就这么一点点诚意的话 那我也不介意和新伙伴 从头开始 潘总 我也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基金谈判都是这个套路 他们一开始都是很有诚意的 当你摒弃了其他的伙伴 跟他们开始坐下谈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漫天要价了 那就不谈呗 反正融不融资 对绿宝而言不是致命的 大不了 我吃几年苦 百分之二十八 百分之二十二 百分之二十二 这个份额 二十四小时之内要想 否则咱们就真的不了了 梁总啊 我三点约的客户四点结束 然后职业去找您 好啊 那待会儿见 好啊 筷子 发来的文件正在下载 还要三分钟 还要三分钟 还在生气啊 一个星期不联系我 这会儿倒肥了 好啊 我今天十点前能下班 我们聊聊 今天回家班吗 今天回家班吗 我们要不要好好谈谈 我们要不要好好谈谈 王总 一鸣 怎么心情不好啊 我 我 你见过绿宝的潘志勇吗 见过 那依你观察 潘志勇是什么样的人啊 他 挺有能力的 有胆识 有魄力 但是也有点刚愧自用 那你觉得 这样的人他会 虚张声势啊 挺着走险吗 这就不太好说了 他 他 就是还挺让人琢磨的吧 我一会儿找了几个人 一起聊一下 关于绿宝谈判破局的事 你过来吗 我 不是什么正式的会议 那 那我就还是不参加了吧 好 潘志勇跟我说 已经有其他自己跟他接触了 这对我们很不利啊 我查到绿宝有一笔银行贷款 竟然要到期了 这应该对我们下一周的谈判 会有很大的帮助 可是他不一定缺钱 会不会是潘志勇虚张声势 潘志勇那是给刑的领导性人 他可能会有点刚愧自用 但是绝对不会虚张声势的 我觉得 能让潘志勇从百分之二十 让到百分之二十二 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 可咱们的目标是最低百分之二十三啊 那要不然给他回一个百分之二十五 会不会激怒潘志勇 反而更没得太难 领导性人格不会被激怒 他就怕被轻视 那我们就坚持百分之二十三 但是在估值上 我们要不要做一些让步 但是我觉得呀 百分之二十二应该是他们的底线了 要不然他们也不会给一个二十四小时的期限 王总 我们一定要二十四小时之内回话吗 对 我们只有十四个小时了 你们先回去吧 我想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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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